防水做得好不好?其實是好看手勢的 我當然想用我自己用的防水油 裝修顧問 我聽朋友說流暢浴室經常會漏水 所以我裝修的時候 叫師傅和我整個浴室都有防水 連天花也有買 那就一定夠穩陣了 我建議你就不要了 這樣也有問題? 那我和你解釋一下當中有什麼問題 普遍護主裝修的時候 對防水工程都有很多錯誤的觀點 例如臨浴區的防水高度越高越好 塗得越多越厚越好 又或者甚至他們認為要做天花 其實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第一個就是高度 一般我們平台會建議 臨浴區做到1.8米高 非臨浴區0.3米高就可以了 如果非臨浴區的長身防水太高的話 不單止會白白浪費防水的物料 而且也不方便後期的瓷磚鋪貼 容易引起牆面有空骨 瓷瓷磚會貼得不實的跡象 第二個就是厚度 一般我們平台會建議 塗兩層專業防水的物料 但是不是越多層越厚就越好 因為防水物料做得太厚的話 它最外面那層和最裡面那層 水分散發速度不同 變相表面那層會扯底那層出來 容易裂開 破壞防水層 第三就是天花 一般來說我們建議護主做一個 鋁質的假天花板 天花方面就不要游防水了 因為如果樓上漏水的話 沒錯 你的浴室的確是完全防水 現在那些水沒有辦法積落 就會慢慢滲漏去其他位置 例如廳房 這樣你就會沒辦法判斷到樓上漏水源頭 而且還會擴大深漏範圍 那到時就真是頭痕了 最後都建議大家防水料 用回師傅慣常用的那一隻 因為防水層做得好不好 其實不是看防水物料塗多少層 做多高或者用多怪的材料 而是在乎師傅的手勢 還有有沒有確實形成一個防水層 所以當防水物料乾了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24小時的試水測試 只要不流水的話就OK了